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韩版11月15号发布的天堂M下个版本的最新资讯 没错就是Oasis3绿洲第三部next way下一波浪潮来袭 那这个这次改版就是我们所谓虚空之力啊黑暗骑士的重启 我们看一下这个改版时间已经确定是在2023年的11月29日 那其他相关内容我们会在影片里面陆续提到哦 欢迎大家帮我点赞订阅我们接着开始吧 首先这个点进去之后你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就是他们的绿洲预灯活动 那基本上跟过去的预灯活动内容差不多 应该说跟比照上一次的龙斗改版的时候 他的暗骑补给箱就是所谓的一般箱子啊 如果你不需要练分身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箱子 那这里面会给一个虚空觉醒的水晶 他能力值是让你PVE减伤加二使用的时候可以额外获得PVP减伤加二持续10分钟的能力值 那至于这个暗骑的心育方块就跟过去那个心育方块是一样的 最大开到止步啦 好稍微请参阅那接下来看一下如果你是要玩成长的话 分身就会有这个亚丁骑士团的装备 以及其他的基本的加三饰品 还有我们的成长药水等等 那这边还多了一个黑暗骑士之盾 他的能力值是防御10伤害减伤加1 然后基率伤害减免加10 这是只有暗骑才可以使用的哟 好这一次的那个亚丁集团装备跟龙斗士那一次一样 可以选择多样的武器 那这个武器能力值其实还蛮强的 大概等于红武的能力 其他东西就跟之前一样啰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绿洲的第二个资讯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女黑暗骑士的重骑 哇这女黑骑的外观 我觉得他这个腿我必须给过 蛮正的 好这个小短法可以可以 那他的改版时间是11月29号 然后在11月22号会公布 这个黑暗骑士的技能重启的内容 核心技能啊应该会先公布一部分吧 详细内容可能要等到11月27号的时候 现场直播才会看到全部内容的样貌 好我们期待一下暗骑的改版 他是说暗骑这次会变得非常强大 再来看第三个 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之前 那个特殊直播上面看到的 就是国际跨服伺服器的副本 他这边讲到了 最后一个大家期待的 这一次的TJ是给哪一张吗 没错跟我预告的一样 这次TJ依旧先开放一张 让大家知道先长线啊 就是我们的计票最后一天 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技能TJ 可以 在11月29号改版的当天 就可以开启这个虚空之力的箱子 打开之后就可以获得一张技能TJ卷 那这个技能TJ卷的能力就是 你过去合成过的技能最高阶的 可以再次合成一次 那如果你说我在期间内都没合过技能 会知道什么呢 会得到一张 会得到一个技能卡包11抽的 然后再来就是更新预告啦 最后一个就是11月29号 会预定更新这个绿洲第三季下一波浪潮来袭 然后他这次更新会伴随着黑暗骑士重启 还有全球的就是跨国伺服器的虚空寺庙 还有TJ的那个卷轴 至于其他几张TJ 我目前猜测是可能会有变身 娃娃 然后一般装备 那至于圣物会不会加进来呢 我是觉得应该有机会加啦 总共给5张TJ 好以上就是这次韩版发布的绿洲更新内容 大家期待一下下个礼拜 10月22号暗黑骑士的技能觉醒吧 OK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